美国洛杉矶日报网站12月27日发表题为 如何构建更好的美中关系的文章 作者是美国国防优先组织特约研究员 格兰特·哥卢布和亚米哈克 美国总统拜登11月在印尼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主席举行了首次面对面会晤 这两位领导人强调了相互接触 以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 尽管自拜登就任总统以来 他们已进行数次通话 但这些都不能代替面对面对话 拜登政府应该在这次美中关系缓和的基础上 采取进一步行动 增加各级政府与中国的接触 以寻找解决共同问题的新机会 在过去几年里 中美关系明显恶化 特朗普任内贸易分歧成为一个爆发点 自拜登2021年1月就职以来 敌对进一步加剧 美国高官多次将中国列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者 正是这一背景使得拜登和习主席在会晤后的更友好态度如此引人注目 两国领导人的语言是一个重要迹象 表明双方都认为 不受限制的对抗可能成为带来战争的灾难 这一基调转变意味着一个宝贵的开端 中国和美国将朝着改善关系迈出重大步伐 扩大并定期举行面对面接触 是一个有益的开始 与冷战期间的情况一样 华盛顿和北京需要携手合作 并达成长期协议 以应对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的挑战 比如大流行病 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 讨价还价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达成稳定交易要满足两个条件 双方都认为对方没有说谎和对方不会撒谎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就是更多的了解彼此 而实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就是直接构头 两国都应该继续增加接触的程度和范围 因为有意义的对话 能增进对彼此能力利益和决心的了解 拜登政府应该推动美中社会各个领域 各个层面的交流 白宫应该帮助协调州长和市长 与中国省市的官员进行交流 他还应该与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合作 与中方共同举办论坛 从而推动二轨外交 这些讨论的重点不是寻找林丹妙药 而是为未来的合作创造结构性条件 与阻止大国战争一样 减轻气候变化 大流行病等威胁造成的危害 对两国都有益 华盛顿要想做到这一点 唯一途径是与北京积极合作 大流行病等威胁造成的危害